六委會主委 翁如恆的時期已經準了 現在是原本的副主委潘室委來接 我跟任為新的主委 接下來馬上要面對解決本國外勒 薪水出高跟外勒拼國比例 方寬的問題 翁如恆時期通過 六委會副主委 伯社委接主委 面對到憲政中當中 支持在自由經濟市販庫 跟本路外勒基本港主出高 伯社委的態度又是怎樣 他表示這個問題可以研究 在這方法要找到政政 他會回答贊成 或是不贊成這些問題 這是可以大家去做下來 好好去找出一個方法 而我們不會只是說 強調說脫不脫鉤 這樣這麼簡單的一個課題 包含像經濟的部門 包含像這個法務部等等 其實大家都應該 對這些問題上面去找出一些解決 華社委進行是馬總統競選 六甲進去北伯書這筆人 除了港匯幹部 也是六甲的學者 全中是港匯法 路主政議化和路主關係 對著伯社委會用 薪水問題出高可以研究 六甲團體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對於潘主委的基本態度 感到相當的質疑 如果說外勞工資可以跟基本工資脫鉤的話 那勞委會是不是也研究一下 男人跟女人之間可以同工不同酬呢 六甲團體強調 本路滑路薪水不應該出高 是因為兩個政黨接種 安靜情擔究跟他 都收到的政策 這是價值的問題 根本不需要研究 也好有華社委 不可能剛才上台 就讓六甲團體叫他下台 因為本年的基本工資 條件已經確定 我認為華社委 擦到要面對的挑戰 是本路滑路薪水出高 要再開放滑路比例的問題 因為剛好 路委會在在後禮拜 就要開回來討論 華樓跟要擴大開放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道